帅吗 这个是AMG GT的最最最顶级的版本 Black Series 毕竟在纽博格林北环刷出了6分43的圈速 而且在这里 这赛也创造了1分32.5秒的最速量产车的记录 它为什么能那么厉害呢 当然它的发动机是经过特殊强化 有730马力跟800牛米 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车呢 它相比那边的普通的版本 它的整个外形的变化呢 真的就是让所有流进它车身的空气为它服务了 那么这台车真的就是将空气动力学呢 应用到了极致 因为AMG呢 它会服务于奔驰品牌的一些赛车 包括FG的赛车 还有GT3的赛车 所以它可以将很多的这些赛车上面的设计的元素呢 放到一台AMG的GT上面 让它变得更像一台赛车 更接近一台能够在马路上行驶的车 这个是怎么做到呢 比方说哈 我们知道赛车快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是它可以利用空气产生下压力 那下压力其实可以分为车头跟车尾的部分 那么在车头的部分呢 这个有一个非常长的延伸的下巴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你的车头是会迎着空气的嘛 那空气撞在车头的地方呢 它是一个高压区 那么这团高压的空气呢 它会想要 一直想要往车底 或者往车顶的方向去逃逸 因为这个是低压区嘛 那我在这个地方呢 去装一个下唇的话 其实就好像一堵墙一样 让这个高压的空气呢 我往车底逃逸的时候呢 会死死的把这个头唇往下摁 那这个地方呢 就会产生下压力了 而且这个头唇越长的话呢 其实它能产生的下压力就越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台车 它这一段的碳纤维的头唇呢 就是额外加出来的 所以它可以产生 你现在就能够 好像能够脑补出来 有一只手在摁着它 把这个车死死摁在地面了 并且呢 很多时候啊 这个车底呢 会有很多的空气 会往里面逃逸 对吧 那我在这个地方呢 很多的赛车 就会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air dam 就是做一个 好像屏障一样的东西 来阻止空气往车底灌 那这样子呢 就能够在车底的地方呢 越少空气通过 它就能够产生一个 越大的真空区 这样子车底有真空 然后车顶有一个镇压 那么在这个上下的压力差呢 就会产生下压力了 所以这个车呢 也在这个下面的地方呢 有一个可以伸缩的 你看到这个皱褶没有 这个可以伸缩的一个屏障 就如果它伸起来的话呢 那这个车底的 离地的间隙就会减小 所以逃逸到车底的空气的量呢 就会减少很多 于是就会在车底呢 产生一个更大的真空区 来产生下压力了 然后再看看 就是这间都是比较 简单基本的东西了 就是这边呢 有一个气道 让这个空气从这边出来 减少前面的 这个高压区的压力 然后这个小小的翼片 第一是产生下压力 第二呢 是让这个空气呢 可以躲过这个车轮 外面的这个乱流区 来减少这个空气的 诱导的阻力 包括这边下面 这个就是非常赛车化的 一些进气塞啊 也是将轮拱里面的这个乱流呢 从这个地方可以排出来啊 去减少这个空气阻力 并且呢 最像赛车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这两个孔是怎么用的 因为这两个洞呢 是可以让这个空气啊 从车头灌进去之后呢 它是有处可逃的 因为如果你的空气无处可逃的话呢 你的空气的流速会减慢 而且呢 这个前面的水箱啊 中冷气 它的冷却的效果呢 就不好 于是这也有两个洞之后 这个空气从这儿进去 这里一跑出来 非常非常顺畅 所有的赛车都是这么干的 那等一下我们打开机盖 就能够更直观的看到这个结构了 打开机盖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 发动机舱里面的空气动力学的布局呢 就更加的明显了 大家看到这个网呢 其实它就是从前面 车头空气进去之后呢 里面有一个斜置的 这个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啊 它我们一般车呢 这么竖直放的 它是这么斜着放 斜着放你空气这样子打进去 然后从这个孔洞出来之后呢 会连到发动机舱盖的这个位置 从这儿 就直接呢 就排出体外了啊 而且呢 它这种用 这种斜置的方式呢 就可以让这个空气啊 是用一个竖直的角度 就往上抬这个气流呢 可以用一个最大的接触面积 来达到最好的冷却效果 然后这个剩余的空气 还有一部分呢 会通过这三个的导流的鳍片 看到没有 这个三毛啊 这个三片导流鳍片呢 就会继续吹向这个涡轮 因为呢 这个涡轮在这个地方 它是用废气来驱动的嘛 所以其实它会非常的热 于是呢 它会有一些空气灌到这边来呢 对于这个涡轮进行一个冷却 包括这个孔洞呢 其实也是将车头的空气引进去之后 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从这里喷出来 喷出来之后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对应的位置呢 也就是在涡轮的这个地方 还有连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给涡轮用的一个散热的系统啊 所以其实会帮助这个涡轮进行一个散热 因为其实如果涡轮的温度高之后呢 它会影响进气的温度 进气温度一高呢 也会让这个发动机产生更容易的暴震的倾向 这个涡轮增压值打不上去 那么它的马力呢 就不能够很有效的发挥出来了 车尾的部分最口水的就是这个尾翼啊 这个尾翼它是一个双层的结构 就是说下层跟上层呢 它都是可以同时产生下压力的 它的下面这层呢 是可以通过这个螺丝孔来设定出不同的这个公角 来让这个尾翼呢产生不同大小的下压力 当然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个公角越大的话呢 下压力确实会更大 没错 但是呢空气阻力也会更大 所以呢就要看你视乎这个赛道的特性 来去进行这个最佳的设定了 另外它的这个上层的尾翼呢更牛逼 这个地方是一个可变的结构啊 通过这边的一个液压感 这边的一个液压感 有没有看到这个液压感 通过这个液压感的作动呢 这里施加一个压力之后 就会把这个尾翼往上举 然后呢就会产生更大的下压力 并且在制动的时候呢 产生一个向后拖拽的阻力 让这个车更容易慢下来 这个就有点像是F1赛车那个DRS了 对吧 就是一个在直路的时候 在高速段的时候 这个尾翼就是一个比较平直的状态 减少这个前进的时候的空气的阻力 然后你要减速 你要过弯的时候 你需要下压力吗 那这个时候这个尾翼就会弹起来 来产生让这个车死死摁在地面上的这个下压力 这一点是非常赞的 另外呢 这个尾翼呢 大家如果从侧面看的话 就会发现它其实 是在一个比较靠近后轮的位置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我跟 刚刚我跟键盘车神教的教主 跟他聊了一下 他说这个是可能是跟法律 法律有关系 这个尾翼不能够突出车身 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在想 是不是其实也是为了这个下压力的杠杆效益 在考虑因为其实你在尾翼这个地方产生一个下压力的话 大家如果从旁边去看 那这里有一个下压力 那我们以这个后轮为转轴的话呢 会发现这个下压力 把这个车尾往下摁的同时呢 会好像一个杠杆样把车头往上撬 所以如果你的车头产生的下压力不足以摁住车的话呢 那这个车头就会上浮了 对吧 那对于现在这个车来说呢 它的车头可以产生下压力的绝对的量呢 是有限的情况下 那这个尾翼呢 如果它放的太靠后这个车头就会产生胜利了 于是这个尾翼呢 它就相对会更接近后轮的轴心的位置 我是这么想的 不知道对不对啊 这个呢 还是希望有一些熟悉这个汽车的空气动力学的朋友呢 可以给我一个 跟我一起去探讨这个问题哈 然后其他的方面 其实这个车我是特别喜欢它的这个 空气动力学方面的造型呢 甚至现在去看它的扩散性呢 都已经是雕虫小技了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欣赏 它是能够将车头的每一寸的空间都把它的功能最大化 让它的车头能够发挥出非常非常牛逼的空气动力学的效果 将我们认为是阻力的空气 为自己所用 把它变成自己刷圈的武器 这个就是空气动力学最精妙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这些汽车爱好者 为什么喜欢研究一台超级跑车 它是怎么利用空气的一个乐趣所在了 由于新冠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